指風車劇團這個週末 它會在基隆東岸旅客中心的頂樓 海景第一排空中花園 演出知名的兒童劇 屋頂環遊世界 活動式免費入場 也可以讓親子小朋友 在假日時 一起來上海看劇 繽紛色彩的小丑魚燈籠魚 在舞台上活潑的游來游去 指風車劇團本週六日 將在基隆東岸旅客中心頂樓 空中花園演出知名兒童劇 屋頂環遊世界 欣賞戲劇同時 搭配絕美海景 還可以看見游輪近港 帶領大小朋友透過想像力 從基隆港出發環遊世界 在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 後面有感覺有海港 又有游輪的地方 屋頂環遊世界這一齣戲 我覺得就是帶著孩子 去認識世界 那我想基隆港就是一個 可以出發去看世界的地方 我覺得 所以演這齣戲 我們希望可以帶孩子 看到更漂亮的一個世界 東岸旅客中心空中花園 結合綠意及裝置藝術 坐擁海景第一排 是全台熱門的觀海打卡景點 這回找來指風車劇團 有旅行經驗豐富的巫婆屋頂 帶觀眾來到貝里斯森林 聽牛蛙唱歌 再跟著小丑魚來場海底歷險 以互動劇場帶著觀眾體驗 全台首座結合空中花園的 郵輪旅客中心 這個地方因為它具有 很開闊的空間 而且它本身的設計 就像是一個郵輪的甲板一樣 那上面有許多童話的一種回憶 例如說有一個 私鄉的一種海螺 還有金燕基隆 一個背陀著夢想小孩的一個 金魚這樣子的一個意象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個跟指風車的表演來做結合 在整個意境上面非常的穩合 機動港務分公司表示 東岸旅客中心是基隆港水岸 觀光資產活化第一個案例 未來西岸旅客服務設施 完成招商後 將串聯成U型微笑港灣 提供民眾多元清水觀光空間 記者綜合報導 ludzi人說在一旦 兩格多元清水觀光 井河 提供秀 皆有一個很高級的 有一個很高級的 在二人說 有一個很高級的 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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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很高級的